在北京商務部說全球疫情衝擊經濟 令中國對外貿易雪上加霜 各部門會全力穩住外貿和外資 駐北京記者陳榮詩報導 在俄羅斯經商多年 從事服裝生意的郭先生在北京經營四間門市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只剩下一間仍然做生意 他主要售賣女裝 由皮草、羊湧等製成品 顧客通常會親自觸摸和試穿 不適合網上銷售 令到經營更加困難 根據內地海關統計 頭兩個月的進出口量下跌近一成 當中出口大跌一成六 商務部說全國超過七成六的重點外貿企業產能 已經恢復超過七成 但全球多國仍然封國封城 外貿面對很大困難 取消或延期 新訂單簽約困難 物流運輸不暢等諸多問題 商務部說已經有多項措施協助企業 拖托市場和拿到新訂單 包括搭建數碼外貿服務平台 舉辦各類網上展銷會 以及促進外貿產品內銷等等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陳明氏報導 及一 acab了 E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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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